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國際七大品種 那我們知道葡萄酒在世界上有很多不斷重複類似型的品種 那是因為主要是這幾個品種是相當的有名 而且容易被複製 容易被釀造 而且大家也比較習慣熟悉跟喜愛這樣子的風格 那我們今天就先從Shadownet這個白葡萄品種開始介紹起 Shadownet 它其實是來自於法國布根地的馬共產區的一個白葡萄品種 那這個品種本身的特質就是它比較中性調一點點 所以沒有太過奔放點綴花枝亂顫的這種氣味 但是也是因為它這種 剛正不阿的這種性格 所以 讓它變得可以有很多後天附加上去的變化 那如果是從這個不鏽鋼筒 開始做起的話 譬如說 Shadownet 這個例子就是說 它專門可以用很乾淨的方式去呈現出 Shadownet這個葡萄品種本身的氣味 所以你會找到比較多的礦物感 礦石感 檸檬的調氣 調性 那當然 瓜果類的香氣 香瓜這種 瓜感的東西 其實是Shadownet 最主要的一種 核心精髓 所以在尚未上妝之前的Shadownet 很常可以感受到前述的這些香氣 甚至有一點點 柑橘的調性 那如果我們到熱一點點的地方 自然而然就會多出了這種 熱帶性的 水果的氣味 譬如說 香蕉 鳳梨 對 這都是有可能被出現 甚至水蜜桃 那各位一定很常聽到過桶 其實白葡萄酒沒有那麼那麼 高比例的過桶 但是在Shadownet 剛好是一個 反向的 對也就是說Shadownet 基本上 你很容易喝到過橡木桶的 為什麼 因為Shadownet它有自己的 在社會上的一定的地位 所以 你可以喝到價格 入門的 但也可以喝到 中價甚至高價 非常非常高價 的葡萄酒 白葡萄酒 那在這樣子為了讓它方便熟成的這個 這個過程 所以大家就會喜歡使用橡木桶 在美國呢 使用當然美國桶為主 你會找到很多的 奶油 玉米麗 焦糖 甚至是 POPCORN 爆米花 的氣味 甚至有野奶 那這個當然就是因為 橡木桶的 比例占得很高 用量也用得高 那如果是在 比較法國不耕地 就比較內斂 內斂型一點的地方呢 很常感受到是 是堅果 牛油 蒸果的 這種調性 那有些地方 譬如說 綠蘋果 青蘋果的調性 然後甚至還有一點點 蘆筍的氣味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它可能是比較 冷涼型一點的地方 做出來的Shadownet 所以Shadownet它就是如此的 白便 所以 我們可不可以拿它來搭餐 絕對是可以的 尤其是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乾淨清爽型的 譬如說Shadownet 我們前面提到的 那因為 它帶了這種 極高的酸度 所以我們拿來搭配海鮮 是絕對可以的 不過同的版本呢 我們去搭配 帶顆類的海鮮 很舒服 所以 其實Shadownet它本身的一個 調性的 就是說它的酸度很高 所以當這個酸度高的時候呢 自然而然 就可以去搭配很多很多到不同的料理 無論是 酸度高的 同性質的 或者是比較油膩的 或者是 有這種東南亞菜色的這種 或是甚至有一點點辣的都是 那各位有知道 Shadownet呢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就是在香檳產區 香檳裡面的三個品種 Shadownet就是 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白品種 那其他兩個呢 都是 紅葡萄品種 Pinot Pinot 什麼你也 你們聽過白中白 就是說 百分之百都使用這個品種做出來的香檳 那這樣子的 酒款做出來的特色 其實你就會特別的感受到他這種很爽脆 很明亮 很鮮明的 高酸的特質 那也可以說Shadownet呢 是 很多酒款的這個 骨幹 骨架 骨架 骨架